《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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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的 所以由20分鐘至半小時 在生活模式裏面 我們有少許調教 不需要大改 可能你會說我真的不喜歡游泳 你叫他游泳 其實我的臨床經驗是非常難改的 這個生活習慣 難的 你說游泳 我真的買了可以游泳的耳筒 想著做運動 怎料游了兩次 之後就放在這裏發霉 其實在情緒受困擾的朋友來說 通常來說 你過往給了甚麼指示 或提示 我已經不開心了 做兩位車站下車也很好 走路 還有甚麼可以配合人的生活 可以達到一個 又可以做到適量運動 又可以調適到自己身體的健康 或者提供你那些快樂賀爾蒙 其實如果在他真的不想動的時候 我只是要求他做一個運動 當然 一個運動有沒有用 我們要經過檢查 了解他的生活習慣 而設計那一個運動 我發現大部分病人 我跟他說不如做三個運動 他說可以的 但是 其實由不做運動到做零 到一 我是很欣賞和鼓勵的 所以我每次見過病人 第一次只是做一個運動 因為由不做運動到做運動 這個改變已經很值得去欣賞 所以我相信一個運動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可以做到的 而次數只是花他不超過五分鐘的話 所以我們作為治療師 所以我們便要定立 就是那個運動 不能與病人的生活習慣距離太遠 而在零至一 我們便要如何挑戰他 而挑戰是他可承受得到 剛才提到下街購物 有沒有一些臨床案例 以往這些病人這樣做 我們也要做這個 我想下街購物 他要走廿分鐘 他應該不肯過你 女士起碼走兩小時 我見過那些女士購物 走一天 早上出街逛逛 逛到晚上九點鐘 左傾右傾回來 他不只是連腳骨力 手力都拿了很多大包細胞 有甚麼是我們可以幫助人 簡單地一件運動 那件運動在家裏又做到 也不影響生活 我需不需要做給你看 不可以是怎樣 我相信很多 我接觸朋友、家人、病人 其實在網絡世界 他們學會了很多運動 但我發現超過八成的人 有些運動都做錯了 而長時間做錯了 就會出現痛症 所以我不如說 現在很流行的 Planck exercise 是 支撐著 身體就像做Push Up 對 我發現很多人都做錯了 為甚麼會做錯呢 他一開始就在地上做 但調節一下 我們在牆上做 或者在桌上做 挑戰不太大 因為運動需要循序漸進 你看到YouTube或網絡世界 在地上做 那些真的需要一段時間去做 起碼做 如果你完全不做運動 去到平板 都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我明白 Emily 剛才給我們一個提示 我們可能做運動 由一件運動開始 那件運動可能都是很簡單的運動 但因為簡單得來 也不容易做 不容易做的話 於是可能做了兩下 我還是不可以 放棄 原來可能經過治療師幫我們研究 或協調生活 就是你沒有資格做 你做了些很簡單的事 反而我覺得這樣容易做 亦不吃力 但過程中也增長了肌肉 或者心肺的功能 令我們更加準備得好 慢慢做 姑娘不要做那麼悶的事 那你可以升級 是否這樣 是的 因為他對運動有興趣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病人 你可否多教我一點點 因為我們治療師選擇運動 那個運動是針對他的情況 他是對痛症 或者情緒上有改善 他其實再想學多些 在那時候 我們再教他 他會比較容易接受 接受和積極